我靠 你 哎呀公子你好贵呀 你怎么在我床上 奴婢是过来给公子冲喜的 刚刚还抱着人家叫宝贝呢 怎么 现在又不认识人家了 看来 是婢儿刚刚伺候的还不太好 不如 我们再来一次 奴婢 冲喜 我刚刚不是在地铁上看书呢吗 我靠 我穿越了 居然还穿到了一个傻子身上 公子你在胡说什么呀 你就不能专心地蹂躏人家吗 这嫂姐姐还真那么好看啊 放现在肯定是个大名试 比较快看 成了成了 公子已经成年了 您还不打算公告天下吗 像真英雄一世 扫灭六国 一统天下 竟然得了这么一个傻儿子 老母听说欠个奴婢冲喜 能解决公子的痴病 秦儿 为父不告诉你 朕是秦皇嬴政 也是为了你好啊 我 我有点睡懵了 现在是哪一年 始皇三十五年呀 始皇 秦朝 我去 秦皇总共在位三十六年 明天就要凉了 还冲什么喜啊 都没几天好好认识过了 公子 忠伯 你怎么在这儿 老远 公子认出老奴婪冲喜见笑了 兴儿 你认得我是谁吗 当然认识 你是我爹 我儿终于好了 什么好了 别废话了 爹 我们造反吧 造反 造反 公子 您这是痴兵又犯了呀 怎么就傻胡说呢 谁胡说了 爹 我是认真的 一年之后 大秦必亡 住口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兴儿从小便是个痴儿 说不出这种大逆不道之言 定是有人叫死我 来人 把那个婢女给我拉出去 撤裂 是 爹 你这是为何 她心怀不轨 叫苏儿 忤逆谋反 怎么 她不该杀吗 公子 公子救我 等一下 爹 造反的事是我的主意 你的主意 难道你也跟天下人一样 人为朕 认为这暴秦当反 暴君当主吗 爹 秦皇灭六国 统天下 书同文 车同鬼 统一渡梁衡 修筑万里长城 据我泱泱滑下 见我赫赫山河 此等盖世功绩 可谓千古一帝啊 千古一帝 那你既如此看好秦皇 为何还要造反呢 爹 因为一年之后 秦皇必死 什么 不可能 秦皇正真壮念 而且他还服用了这么多仙丹 问题就出在那些仙丹上 那根本就是毒丹 而且秦皇每日服用 铁内早已聚集了大量毒素 由此算来 恐怕时日不多了 你 此言当真 我说的都是实话 爹 我们一定要早做准备 等打下这江山 你当皇帝 我当太子 既然我儿这么认真 我就放手一次 显而志向远大 既然决定了 你就放手去做吧 那爹 可以把冰儿先放了吧 冰儿 多谢公子救命之恩 对了爹 我看咱们家条件还不错 要不 你先给我弄点造反的启动资金 可以 赵你黄金万两 找兵买马吧 爹 我不要钱 我只要五十名工匠 既然要反 那就反得彻彻底底 造不出飞机大炮 起码也要有火枪炸药吧 我先弄个大杀器出来 维父虽然听不懂 鲜儿决定了 维父定全力支持你 五十个拿够 给你五百个 五十个拿够 给你五百个 大气 爹 咱父子俩定能成大事 不过啊 事成之后 千万别学起谎 到处找什么 常生不老药 好 好好 忠伯 宣方式尽见 拜见陛下 今天可有炼出承担 回禀陛下 贫道废琴忘食 印以继日 终于炼制出了这九枚金丹啊 承上来 是 长生不老之仙丹 而等炼丹甚是辛苦 这仙丹 朕就赏给儿等吃吧 怎么 不谢恩吗 禀陛下 贫道 命剑 不配吃这种仙药 还请陛下收回成命 朕让你吃 你就吃 谁敢不吃 出车里急行 万万不可呀 陛下 为他们吃丹 为他们吃丹 是 陛下 三人接一断气 果然被吸尔言中了 要不是公子提醒 陛下 陛下 真是 替你我打气 此战心儿 陛下怎么会突然找人试担 禀大人 陛下在城西一个庄园里面待了一天 庄园 还有一件事 陛下宣年明日半驾出行 好了 我知道了 下去吧 是 嬴政 你察觉了又能怎么样 这天下 早晚都是我正高的 来 这个角度不对 再展一行饼 秦儿在做什么呀 爹 您来了 我正好打造了一个大杀器 名为天际弩 有了它 咱们必成大事 这小小弓弩 能有如此威力 这天机弩啊 是一位姓诸葛的大贤所致 无论是射速 还是威力 都远朝秦郡 好几个资源呢 这就是嬴政的傻儿子赵新 看着也不傻呀 家主 我大秦军士兵有刀利 能争善战 剑军这小小植物实在难以让人信服 莫不如找一位恐武善事的勇士 与公子比试一下 如何 莫不如找一位恐武善事的勇士 与公子比试一下 如何 心儿觉得如何啊 没问题 正好借此机会 给别展示一下 好 谁人愿与心儿比试啊 老爷 小人愿与公子 比试一番 我去 这造型 后世太三都得被干碎啊 心儿啊 此乃我麾下百夫长 孙武 比大无穷 能开十弹应工 白不穿羊可不带话架啊 放心吧爹 来人 缺两个草人来 公子 献丑了 力道十足 准都不差 好剑法 三连方 这迟马一点十几年以上的功力啊 哼 还没完呢 好 权重 真是好设议啊 行 黄金百两 谢家主 公子 要不 还是改日再比吧 是啊 要不 改日再沾 哎呀 你们说什么呢 爹 我说了 我随便赢 是时候让你们看看 科技的力量 哎呦 哎呦 你看这 雅脱把啊 公子手中之物 确实不凡 至少能将 箭矢射出 至于这精准度吧 也就不必计较了 好了 今日比试到此为止 昔儿 雷父相信你 秦家练习 假以时日 定会成功 招什么棋啊 朱博 你去那边看看 找我什么棋啊 朱博 嗯 你去那边看看 是 老爷 就算公子准头高 但在战场上 并无大用 天下 为快不破 快 这又何难 各位 看好了 哎呀 我也是第一次用 这力道没掌握好 不好意思啊 一口气射出二三十根箭矢 这公子怕是发明了不得了的东西吧 这岂不是一个人 就能跌倒二三十个人啊 刚刚那位将军跟他比 简直不是一个层次啊 是啊 好一个大杀戒 果然生猛 这到底是什么武器 昔儿 这弓弩当真是你做的 当然 这弓弩一日产量多少 现在还在研发阶段 一个月也就十价 唉 无事兴儿 此乃国之力气 千万不可操之过急 十价 已经不少了 鲜少 这七日后就能量产 一个月三百价 还不够吗 无事兴儿 此乃国之力气 千万不可操之过急 十价 已经不少了 鲜少称多 一年之内 我们未必不能成事 好 为父走走 好 唉 昔儿 你为何突然学会了 这神器的制造制法 这才拿到哪儿 爹 我会的东西多了去了 以后啊 你慢慢就知道了 不过爹 咱们不是要烧摊钥匙吗 这 不是 他是我的心腹 另外 你总提之事 我早就在准备了 不错 不错 爹 难怪这庄园如此坚固 仆人 也空无有力 看来爹 早就在准备造反了 造 造反 叔叔 你没事吧 半 半倒了 昔儿 你上次说秦皇他 一年之后 秦皇必死 天下 将会大乱 何必 我这 我这腿麻了 我一边站着去 秦皇之死跟这天下大乱有何干系 秦国良将无数士兵几十万 不应如此 爹 这天下虽看似太平 但等秦皇身亡 所有隐患都会暴露出来 比如太子之争 这都三十多年了 秦皇一直未立太子 扶苏和胡亥早已斗得水火不容 秦皇再世还能压得住 但等他身死之后呢 这就算了 快见朝中还有奸臣作乱 比如 赵高 快见朝中还有奸臣作乱 比如 赵高 叔叔 你 没事吧 你不用管他 继续说 而且 六国没了秦皇的压制 残党余孽 定会兴风作浪 到时 内忧外患 国将亡义 显而果真有远见 只怕 那秦皇也未必想得如此周全 唉 我也就是多读了几本历史书罢了 历史书是何物啊 没什么 我只是说 并非秦皇思虑不周 而是他心系天下百姓 忽视了身边的隐患 可现如今天下百姓生计是个问题 你我要是造反 得想个法子养活军队 这吃食方面就是个大问题 馨儿可曾考虑过 爹 我这早有准备 这是何物 爹 这个就是让咱们军队吃食无忧的东西 这 爹 我来看看 此物我从未见过 他能攻击三军 别小瞧他 他名为土豆 春夏秋冬皆能生长 一个月便能成熟 一亩收获五十蛋 如此高的产量 咱们还何须为粮食发愁 一亩收获五十蛋 这不可能吧 是啊 我们的苏米 一亩不足一蛋 若遇天灾 将是颗粒无数 至于一个月成熟 更是无极之弹 你呀 根本不懂现代劳动人民的智慧 公子你你在胡说些什么呀 要不这样吧 你若是不信 咱们打个赌如何 咱们打个赌如何 好 只是不知 以何为赌注 城蒙家主厚爱 曾自我山城一座 我愿将此城作为赌注 我爹这么牛逼啊 一座城说赏就赏 好 爹已经把这个庄园给了我 我的赌注 就是他 公子 这庄园珍贵一场 您要不再考虑一下 还考虑什么 稳赚不赔呀 那我就提前谢谢叔叔的山城了 嗯 好 就这么定了 准备一下吧 爹 我送你 这个找心不简单呢 将来定是个变数 看来我得从根上下手 尽快赶紧应征 不要你办的事情 现在办的怎么样了 回大人 小的已经在赢政的晚宴中 下了引发他体内毒素的药 只待晚上 赢政必定毒发身亡 好 很好 这天下最终都会是我赵高的 烟云又如何 残缺又怎样 我赵高 就是要一步一步的做到最高 再给我调五百个工匠过去 心儿的大杀气得尽早量产 是 陛下 自从心儿病好之后 真是让朕刮目相看 将来定是我大秦之动物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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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哪 陛下晕倒了 太爷 我父皇病情如何 殿下 微臣无能 老东西 等你死了 我就弄死扶苏 再赴胡亥这个废禅上位 这天下 就是我的 看你这大汗淋漓的 人家都心疼了 公子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 昨日始皇陰倒在大殿之内 至今昏迷不醒呢 昏迷 此等大事应该封锁才对 你从何知道的 这消息现在都已经传遍各大国了 什么 看来我的造反计划 得提上日程了 公子 不好了 老爷你倒了 你快去看看吧 站住 再敢靠近陛下 不要你的命 陛下 昏迷 难道 我爹就是秦始皇 嬴护卫 快退下 他是老爷的公子 忠宝 我爹昏迷多久了 家主是昨晚昏迷的 找了很多大夫 都束手无策 我看看 忠宝 别担心 别的大夫束手无策 那我 有法子 公子说的是真的 这太好了 公子需要什么药材 老夫马上去去 去给我考试安蠢来 啥 安蠢 嗯 成了 住手 你想行刺老爷吗 滚开 他是我爹 我怎么会害他 退下吧 老爷交代过 一旦他有事 一切事物 交由公子决断 公子 多久才能行 待药水进入体内后 大概一炷香的时间吧 若是醒不过来 就算我死 也要先杀了你 不是说老爷一炷香时间就能醒过来吗 难道是我药水的配方有问题 老爷 这就是你说的能救老爷 我杀了你 住手 爹 你醒了 老爷您醒了 公子 真乃神医啊 昔儿 谢谢你救了为父 爹 这是我应该的 不过 我昨日听闻秦皇也昏迷 你也昏迷 有这么巧 我昏迷的事情居然传了出去 看来是有内鬼 难道 您就是秦皇 难道 难道 您就是秦皇 昔儿说笑了 为父若是秦皇的话 怎会与你一同造反 不过是个巧合罢了 是这样 快 中波 快准备 回商会 是 爹 爹 不再谢谢吗 商会还有很多事情要为父处理 耽搁不得 行 那父亲 可要多注意身体 不过 刚才在检查您身体的时候 发现您体内 有大量毒素 多半是有人 在您的食物里下了毒 好的 馨儿 回去以后我会排查的 该人在来看你 看来我这个爹 还真不见他 殿下身为皇子 如今陛下病倒 殿下应当承担起重任 可我上面还有其他兄弟呢 殿下不必担心 老奴自会为殿下扫清阻案 待殿下顺利登基掌控大秦 不要忘了老奴便是 好 若我真能尝试 定少不了你的好处 丙殿下 总管 陛下已经醒了 宣您觐见 拜见陛下 恭贺陛下全域 陛下红服七天 实乃天佑大秦 那日朕的御膳 是何人所备啊 那日朕的御膳 是何人所备啊 禀陛下 是在下和其他一处所备 既然如此 躺着御膳房的人 都拖出去砍了吧 陛下饶命 陛下饶命 说 何人之事 陛下或许可以饶你一命 谢陛下赐死 宁愿死 也不愿共住幕后这人 看来朕身边养了一只恶犬啊 都退下吧 朕乏了 难道 又被馨儿说中了 查到了 陛下是在承袭庄园醒过来的 承袭庄园 赵新 看来我真是低估你了 都开始发芽了 看来 距离我当上城主更进一步了 周伯 你去准备一下 去山城看看 公子怎么突然想去山城了 听闻山城附近有一座销石矿 那可是造反的重要物质 这就是山城 怎么破破烂烂的 站住 进城的每人交十枚大钱 这就是山城 怎么破破烂烂的 公子 此城一手难过 若要修缮 却比其他城池困难百倍 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原来是这样 走吧 进城 站住 进城的每人交十枚大钱 从未听闻 进城还得交钱 叫你们城主出来 老头 我看你这传绘是吧 我看你这火腻歪为了是吧 老头送你去阎王爷那儿见吧 身为官差 不为民服务 还借机敛财 本公子 今日就为民出汗 坐下 何人敢敢在山城放肆 这身材 长相 一看就是女扮男装 阁下 又是何人 此乃城主大人 你们又是何人 我是南边山庄的公子 由此路过 想借城歇歇脚 不知何时 入城要交钱了 这位公子所言可属实 庆主大人 小人敢死 亦是被财物迷心窍 还请大人 再给小人一次机会 混账 敲诈勒索 一律处死 小兰 饶命啊 城主 等一下 城主 果然律法严明 但此等小事 罪不至死 看在这位公子的份上 饶你一条狗目 多谢城主 听闻南边山庄有朝廷背景 非富其贵 这位公子又宅心仁厚 若有他帮我 是我遇下不言 还让公子见笑了 来者是客 不如到我府中小酌一杯 想看更多精彩短剧 就加入热博短剧大搜罗 一个专门分享短剧的圈子 最新一手资源 每日持续更新 微信扫描二维码加入 一次加入 永久受益 来者是客 不如到我府中小酌一杯 城主如此相邀 若是拒绝 倒是我的不对了 那就 麻烦城主了 工资请 大人 赵兴现已进入山城 他们几个人 只有两人 好了 知道了 好生对待赵新 别让他起 退下吧 是 两个人也敢出门 真是天赐两极 今日之事 还望公子莫要解怀 我谢干了 尘主客气 此等小事 合作挂齿 公子大气 实不相瞒 在下有要事相求 不知 这么快机会就来了 周某 你去门外等着吧 公子这 另外 别让其他人进来 打扰了我跟城主商谈要事 是 是 我就在门外 公子 有事喊我就行 这下 城主可否以真面目相见啊 不知公子何出此言 早听闻 山城虽破 但城主可是一个大美人 一直守着山城不曾离开 周雪城主 还要装到何时呢 既然城主不打算坦诚相待 那也没什么好商谈的 谢谢周城主作陪 在下 告辞 公子 请稍等片刻 请稍等 请稍等 明星 你不认为 什么 你不认为 你不认为 人生的 你不认为 我认为 我认为 何出此言 山城是我父亲用命守护的 久未修缮 只派若有敌军来袭 经不起半点风雨 那城主为何不修缮此城的 常年灾祸 财库空虚 朝廷也未只派新的城主 小女实在无力 还望公子相助 这女的肯定有问题啊 但是帮她等于帮我呀 就是不知道 她若现在知道新城主 就在她面前是什么表情 那我要是答应帮你 城主能给我什么好处啊 公子这是作何 山城破败不堪 莫非城主认为 你的几句话 我就会帮你吧 公子若是帮忙 山城上下为公子马首实战 这如何不是好处 山城差不多已是空壳 就这可远远不够啊 但加上城主大人 倒也勉强足够 炸弹 信不信我杀了你 杀了我 那山城可就真的没有指望了 难道城主大人 想功亏一篑吗 嗯 你们好大的胆子 我有要事要禀告城主殿下 公子交代过 她没出来之前 任何人不得进入 城主 城主 公子还不快住手 小兰回来了 忠不和小兰 现在都在外边 你难道想让他们看着 你现在的样子吗 你无耻 你再不说话 他们可就要进来了 城主你等着 我真的会们来叫你 小兰 你现在门外候着 我跟公子有钥匙相伤 说得无礼 何时 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 是 小姐毕竟是女儿身 又与男子共处一室 可是小姐又不让我进去 那我在门口听听 总可以吧 怎么有桌子在晃 还有男人的喘息声 小姐她们在做什么呀 她们不会是打起来了吧 城主留步 在下就先行告退了 那你答应我的事情呢 既然收取了城主的好处 答应的事情 我定会办到 一月内 必能看到效果 周伯 我们走 是 小姐 你们在里边聊些什么呀 不会打起来了吧 小姐 你这里受伤了 小姐 你这里受伤了 昨夜我被蚊子咬了 赵公子已经答应助我修缮此程 我们谈得好好的 放心吧 小姐 你这腿怎么回事啊 定是做的时间久了 腿麻了 周星 你若敢欺我 我定叫你碎尸万段 二等宗宗室 要我你们的命 公子快走 老夫来拖延时间 平收猎尸了 我 公子你快走啊 好了 祝母 这两个臭番薯烂鸡蛋 我不放在眼里 来 一起上啊 你 你这是什么东西 时代变了 都什么时候了 还用刀 说 你们背后的人是谁 告诉我的话 我就让你们走 否则 我会让你们知道 什么叫做生不如死 做梦 不好 他们要服毒自杀 这么不畏生死 算是条汉子 公子 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看来他们的幕后势力不小 这一定是他们眷养的死事 我明白 我们前脚刚离开山城 后脚就有人来刺杀 看来这山城 有人出卖了我们的行踪 难道是周承卓 应该不是 如果是他 那在山城 岂不是更容易得手 你派人将此事告诉周旋 看看他什么反应 这还没开始造反啊 就有人来刺杀我 走吧 回去之后 跟我父亲要点人 我要亲自训练他们 是 原有人敢敢行刺我儿 好大的胆子 公子想向陛下要一批人 想要自己培养 自己培养 朕倒要看看新儿 还能给我什么样的惊喜 不过培养新人还需要时间 把赵颖拍过去 天神保护汐儿吧 陛下 赵颖乃安慰之手 是专门保护陛下的 若是从宫中离开 老怒担心陛下的安慰啊 朕自有安排 你退下吧 是 公子 您要的人已经带来了 正在前面候着呢 很好 把他们先带给孙武吧 盈儿姑娘 公子 这是老爷为您安排的贴身安慰 赵颖 赵颖见过公子 是你 住手 你想行刺老爷吗 我杀了你 公子 有我一个给你贴身还不够吗 这一看就是个不解风情的 能怎么给你贴身吗 这一看就是个不解风情的 能怎么给你贴身吗 盈儿会对公子寸步不离 定不让公子有一点危险 是 那 那我晚上跟他一起睡觉呢 那床可没那么大 盈儿可以睡房了 你 公子 不可以吗 我爹这是给我安排了个傻白田啊 不过这样的角色傻白田 能不能再多来两个啊 启禀大人 前去自杀赵新的死事都有去无回 废物 另外手下还查到 陛下将他身边的安慰照影 都派去了赵新身边 这要是动手 只怕是南上加了南了 嬴政还挺下血本啊 看来要从其他地方动手了 把这个送到程西庄园 是 嬴政啊嬴政 就算你给赵新再多底牌也没用 我布局这么多年 岂会被你轻易打乱 卧槽 鬼啊 公子 我不是鬼 吓死我了 大晚上都不睡觉 在这干嘛 我在保护公子 你保护吧 也不用这么保护啊 赶紧睡觉去 不行 老爷说了 让我寸步不离地保护你 不是我上茅房 你也要跟着吗 寸步不离 行 我怕了你了 我不去了 我的姑奶奶 你站我边上 我怎么睡啊 要不 你陪我一起睡啊 这才算天神保护嘛 男女寿寿不亲 我困了 在边上坐会就行 你还知道男女寿寿不亲啊 算我怕了你 你睡床 我坐这儿 公子 这余礼不合 让你睡你就睡 不行啊公子 这是命令 是 看来太帅也是错啊 我遵义父之命 前来收取成细庄园 你义父为何不亲自前来 这点小事还用劳烦义父 岳鱼收五十弹 根本就是妄言 今日可要赵总管失望了 废什么话 赶紧把契约拿来 带着你的人走 带着你的人走 义父啊能和你对赌 那是你的荣幸 莫不要输不起 现在赌约未完 我怎么就输了 你想赖账 信不信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公子 总共收获了六十五弹两身 比预计超过了十五弹 公子 这乃神人眼 六十五弹 我不信 我要亲自去干 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 足今足两 不可能 根本不可能 你这分明就是作假 来人 你给我将赵心拿下 带到义父面前 等待发落 我看谁敢动 真是不要脸 说不及就洒泼 看来 你那义父 也不是什么光明磊落之人 放着你这只疯犬 再次乱飞 大胆 敢辱我父子 你难道不知我义父是谁吗 你敢打我 打你又怎样 你义父见我父亲 要尊称家主 别说打你 我杀了你 都不为过 家主 义父要称家主 难道 他父亲是 秦 秦皇 公子饶命啊 是我罪该万死 有眼无珠 这是 山城 城主义 都给你 求求你饶我一命 把我当个屁 放了 哎 虎甲虎威 无法无天 现在知道怕了 可惜 没有后悔药 下辈子做人 聪明点 拖出去 是 回去告诉你们家主 他的山城 我收下了 滚吧 秦皇帝 公子 公子真的把土头 种出来了 快拿上来 给朕看看 昔儿种植了多少 整整整六十五弹呢 好 竟然是真的 那么 朕的大秦子民 再无饿死之人 恭喜陛下 大秦必当 千求万事啊 起叫 去承西庄园 把这些土豆 放进仓库 一两处保存 好的公子 来 爹 你怎么来了 我秦儿做出如此恭敬 为父 怎能不来恭贺啊 不过秦儿 若能将此物传到民间 让百姓播种 他们便能有果腹之物 喜不更好 父亲 果然心怀天下 只是此事 还急不得 怎么秦儿 不舍得将此物 传到民间吗 就这些东西 我有什么舍不得的 只是光吃土 土豆会导致士兵 和百姓营养不良 况且吃久了 也会腻啊 那秦儿的意思是 除了土豆 我还有别的东西 除了土豆 我还有别的东西 你看 这个是杂香水稻 产量更胜土豆一筹 秦儿此言当真 当真 还有这个 这又是何物 光吃米不吃肉 怎么能行啊 这个叫饲料 它能让家禽家畜 生长周期变短 一头猪 六个月就能找到三百斤 好 好啊 我儿大猜 有此等神物 定能让万民归心 我们爷俩的早饭大忌 值得可待了 不过爹 我要去修设山城 可是 囊中修色 给你一万两黄金 我这个偏忆老爹 可真是大方 等着当皇帝吧 东坡 打完好黄金和土豆 我们出发去山城 是 赐药名为神仙丸 无色无味 服用之后 立即暴毙而亡 你全服在赵新身边 听命行事 屠杀公子 公子待我不保 信中也没让我 现在就下手 那就走一步看一步 有没有想本公子啊 公 公子 你怎么过来了 怎么慌慌张张的 是不是 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公子可真会说笑 冰儿 还有什么事 是公子不知道的呢 我就要出发去山城了 你 你是不打算要我了吗 如此美人 我怎么会舍得不要呢 我只是怕我不在的时候 你会想我 所以现在 陪陪你 公子你急什么 人家都还没准备好呢 我们都这么熟了 还需要准备什么呢 你这样看着我干嘛 还不是因为 鸣儿太过于好看 我实在是看不够啊 公子的话 让鸣儿好生欢喜 可是鸣儿都害羞了 这不得怨你啊 怨我 我 是我刚才哪儿做得不好 这公子生气了吗 愿你太过好看 所以 现在你要好好陪陪我 禀告赵总管 赵义前去接受承西庄园 没想到赵新 拿出了六十五单粮食 胜了度约 胜就胜了吧 山城给他便是 一个烂摊子 想这么顺利接受 可没那么容易 另外 还有一事 有事快说 赵义公子 被赵新杀了 什么 我要把他随时挽断 公子 已经准备妥当 随时可以出发 忠宝 你带着户物慢慢走 我跟鸣儿先去 是 站住 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打此路过 留下买路才 我去 这大白天的 就出来抢劫了 我是此生城主 还不退下 城主 你终于来了 我家寨主说 只要拿下你 就可以傻一个猪头 公子 要杀了他们 公子 饶命 我就是一个猪头 你们哪儿来的 旁边 青龙寨的响马 随寨主 来到此地 周城主呢 周城主 已经被我们关押了 黑道的 这破城 怎么这么昭黑 我得去看看 公子 此贼如何发落 自行发落 周城主 我对你也是一片真心的 你若是从了我 做了我的压寨夫人 那到时候 也是有吃不完的肉 喝不完的酒啊 你休想 我宁可一头撞死 那岂不是可惜了 我还可以霸王应上 再叫上我的兄弟 想想都刺激 来 让我看看 白不白 放手 大哥 大哥 什么了 来人了 终于是来了 看来 大总管的消息 确实可靠 他们来了 多少人和货 就来了两个人 为钱货物啊 两个 看来是货物沉重缓慢 这两个人 是打前战的 等我们收复了 他们两个 到时候 就可以大发一笔 我们兄弟 我们兄弟又可以快活一阵子了 走 我倒要看看你们是怎么把我拿下 我倒要看看你们是怎么把我拿下 哼 既然你自己过来送死 那倒省了我们的麻烦 父子救我 雪儿莫怕 待我收拾了这两个小毛贼 替你出境 原来 你也看上这小娘们了 巧了 我们弟兄 也看上 就凭你们 也配 等我宰了你 就让这小娘们陪我们弟兄们好好快活快活 雪儿 让你收敬了 公子小心 去把山城的将领都召进来 顺便统计一下财力和人力 还有 那座销事况 离命 去吧 公子你没事吧 周城主 这是在担心我 我才没有 我是怕你死了 答应我的事情都没着落呢 这些山贼是怎么回事 山城破败 根本抵挡不了山贼的入侵 可山城虽破 若不内外勾结 山贼也不会轻易得手 上次我在城外被人刺杀 我派人送信给你 你收到没有 刺杀 什么信 我完全不知道 我可是亲自派人送信给的小兰 赵公子这是在怀疑我吗 我怎么会怀疑你呢 一定是小兰有问题 自从我被囚禁后 就再也没见过小兰 这件事情 咱们以后慢慢说 这山贼来犯 你们没有组织反击吗 自从我父亲死后 朝廷也没有委派新城主 下属官员各自为政 一判散杀 尤其是那个李统领 一心想要取而代之 由此看来 此次山贼来犯 他定脱不了干系 他李家在山城多年 影响力是有的 想要完善山城 可不能得罪他 周城主别急啊 这山城现在兵力匮乏 他虽是领将 也不过是个光感司令罢了 周城主 何必瞻前顾后呢 若是朝廷肯委派新城主 有人管制 他们定会有所收敛 周城主有所不知 我就是新城主 怎么可能 别胡说八道 我已经召集了山城将领 是不是胡说 等会儿就知道了 他们凭什么听你的 你就是为了哄骗我的身子 我没骗你 我真是新城主 我这次来 可是专门来修缮山城的 你这个人嘴里 没有一句实话 你走吧 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 公子 山城领将和师爷都到了 让他们现在外面等着 是公子 嘶 这下周城主该相信我了吧 你真是新城主啊 如假包换 如假包换 参见新城主 这下山城有救了 还请城主诉诉主持大局 先给本城主倒杯酒 此酒 索然无味 我要周城主 为我 公子把我当什么人了 青楼女子吗 我好歹也是城主之女 你休想要羞辱于我 周城主 难道不想山城 恢复往日荣光吗 这才乖吧 流氓 酒也喝了 还不赶快出去 若是让他们等着急走了 我看你怎么办 就让他们先在外面等着 不给他们个下马威 怎么知道我赵新的厉害 他们都是山城的重要官员 你如此行事 定会人心涣散 他们不会负你这个新城主的 身居高职 却毫无作为 留他们有何用啊 等会他们表现好 我便留他们一命 表现得不好 一并杀朕 杀了 认真的 城主大人好大的架子 让我等在这烈日之下 守了一个时辰 还不见人影 领将大人 现在着急了 参见城主大人 我听闻 领将大人 这些年为山城 做了很多好事啊 是末将应该做的 好事 城主大人怕是有所不知 这李幻拖着修缮城池的银两不给 导致敌军攻杀入城 害死多少弟兄 你住口 小小一个失业 不要在这里心口四皇 李幻 隋二说的话是否属实啊 李幻 隋二说的话是否属实啊 城主大人 卑职在位 剑中指手 你千万不要听信 孙二的胡言乱语 好 剑中指手 那山贼是从何进来的 这 大胆罹患 身为守将 王国指手 一律当战 末将为山城 鞠躬尽瘁多年 自是问心无愧 城主一来便要杀了我 这还有王法吗 老匹夫 你还有脸给我谈公约 还有脸谈百姓 你以为你这些年做的事情我不知道 你想要王法 我便给你王法 赵颖 说给他听 李幻 搜刮明知明高 苛扣士兵军饷 擅自挪用 修擅城墙银两 私自培养私兵 依照大秦律法 当受无满分尸之行 莫将冤枉 冤枉 士兵各个面黄金兽 唯有你油光满面 你还有何话要说 你还有何话要说 我 城主饶命 城主 念你曾是山城领驾 留个全尸吧 赵颖 老天有眼 你李家在此药物扬威多年 今日终于造了报应 孙儿 欠生你为山城统领 统管山城修擅事宜 晓得领命 只是山城库存空虚 若想修擅 恐非一日之功 不必担心 最重粮草 不日就到 若是 钱粮充沛 十月之内 小人定能将城墙 修复如戏 十个月 孩子都生下来了 十日内 我必将山城 坏人一心 启禀尊管 王氏兄弟已被诛杀 赵心成功接管山城 看来这个赵心 我低估他了 再去山城的必经之路 劫杀往来客伤 制造恐慌 让山城变成一座空城 给他赵心也没有用 我得不到的东西 别人也修祥 公子竟然真的只用十日就将城墙修复了 小意思 公子修复城墙用的是何物 居然如此神速 这个是水泥 水泥 我从未听过 公子乃当时神人 短短十日便将破城变得固热金汤 这下公子要造反的根基 算是打下了 造反 别听忠伯家说 是是 是老农说错了 请公子责罚 公子 你该不会真的要造反吧 别老说 这话要是被听到 会被诛杀九卒的 启禀城主 今日往来山城的商贩 寥寥无几 大不如济 消失矿的开采也大受影响 你去查探一下 注意安全 有什么情况 以烟火为好 是 血 还有打斗痕迹 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 有没有谁能来救救我 救命啊 小岚姑娘 你这是 有几个贼人挟持我 他们 我先送你回城 小岚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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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英怎么样了 赵护卫身中极毒 气息微弱 恐怕凶多吉少 公子你快想想办法 我看看 公子现在该如何适合 给我找一套针线 蜡烛 棉球 竹签 三冠 快去 公子要针线作何 别问了 这冠取来 公子 东西准备好了 你先下去吧 公子 公子 你这是做什么 我是在救你 你还以为 我是在占你便宜啊 我 我没有 忍着点 现在感觉好些了吧 多谢公子关心 此次卑职办事不理 你现在就好好休息 以后的事情 我暂时先处理 可是公子 可是公子 这是命令 公子 小兰带到 小姐 为什么抓我 为什么抓你 还要洛杀 还有脸问 说是谁指使你出卖我的行踪 又是谁 吩咐你埋伏在城外商队 阻止他们继承 奴婢 奴婢不知道公子在说什么 死不悔改 来人 拉下去 出去急刑 小姐救我 走 奴婢只是受人指使 你是受何人指使 是赵高 赵高 我与她无冤无仇 她为什么要派人杀我 难道 我要造反的事情被她知道了 算了 把小兰押下去 打入大牢 狗子扰命 狗子扰命 孙悟 从现在开始 调我在庄园训练的先骑位 替换山城护卫 卑之遵命 调我在庄园训练的先骑位 替换山城护卫 卑之遵命 疾病成主 山城已无伤犯 现在人心惶惶 加上之前罹患 常年搜刮明指明膏 百姓疾苦 现在城里一片混乱 传令下去 让人把我带来的土豆和杂加水稻 先行赈灾 安抚百姓 至于钱财之事 我来想办法 是 孙儿 撑住 这是我新研究的家酿 你却让人 按此配方进行酿造 另外 散步消息 就说山城 三日之后 将举行拍卖会 与各大商会 进行合作 可是城主 之前有商贩莫名失踪 现在城外的人都不敢来山城 那就再加一条消息 就说 凡是来我山城的商贩 就由我山城护卫 专门护送 若有损失 如果有损失 由我山城包陪 撑住英明 公子都在写什么呀 这是香皂的配方 这个是洗发水的配方 这个是香水的配方 玻璃杯配方 就先这些吧 什么是洗发水 这洗发水啊 就是用来清洗头发的 用过之后呢 会变得无比顺滑 而且 自带倾向 空泻去油 什么是空泻去油啊 现在跟你说了也不懂 等产品出来 雪儿一试 不就知道了 讨厌 禀城主 消息已经发出 商贵正在往山城使来 很好 密切注意各个商贵的安全 不能出岔子 很好 密切注意各个商贵的安全 不能出岔子 呃 城主放心 商贵的安全由先其未负责 保证万无一事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小人担心 这次商贵虽多 可大都是临近的小商贵 大的商贵并未做出回应 不用担心 只要这次 拍卖会举办成功 我有信心 各大商会接会前来 去吧 是 启禀陛下 公子 现在已经控制了山城的局势 新城出剑 又是安抚赈灾 又是安抚百姓 行而做到如此地步 已是属实不易 他现在应该也在为财力头疼吧 去 送十万两黄金过去 他现在应该也在为财力头疼吧 去 送十万两黄金过去 陛下 公子于之前散布消息 要举办拍卖会 与天下的商会合作 但都只是一些临近的小商会 都只是些小商会吗 是的 陛下 山城局势险倦 较远一些的大商会 不愿意前往 我儿做事 怎能让他没有牌面 吩咐下去 以朝廷之命 表约各大商会 卑职遵旨 恭喜恭喜 多谢多谢 好好好 您请 公子 天下间有名的商会 除了天蓝第一商会没到之外 其余的都到齐了 没想到 我一个山城的派外会 就有如此好招力 这产品未出 名声未响 这天下知名商会 竟然都来了 公子乃神人 当自有天主 哎呀 此乃何物啊 我怎么从未见过 难不成 这就是传闻中 只供皇家的琉璃展 如此珍惜之物 居然用来待客 赵城主 果真是大手笔啊 不不不 我曾经有幸 看过那琉璃展 这橙色与那脉相 跟这个比起来 相差甚远 张城主 看来今日 我们要满载而归了呀 欢迎各位商会的会长 光临必成 我等 见过城主 见过城主 各位会长客气了 所谓好酒配好杯 此时 怎么能少得了好酒呢 孙儿 是 什么酒这么香 快给我买上一杯 此乃我山城独有家娘 所谓 葡萄美酒夜光杯 玉饮琵琶 马上催 来 让我们 共饮此杯 来 让我们 共饮此杯 哎呀 我从没有喝过 如此好喝的酒啊 敢问城主 此乃什么酒啊 此乃葡萄酒 每日小酌 还有美颜之效 什么酒啊 一点酒味都没有 赵城主 你就拿娘们喝的酒 来招待我等吗 朝会长别急 人如酒 各有口味 各有喜好 听闻 常会长 喜欢烈酒 那尝尝 我们山城的 六粮液 就你这六粮液 能比我 常州的酒更烈 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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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此酒 能不能入 常会长之口啊 能喝到如此佳酿 也不许此行啊 这酒有多少 我都要了 常会长别急 此次让各位远道而来 不是为了拍卖货物 赵城主 莫不是戏耍我等 不拍卖货物 难不成 赵城主就是为了让我们见识 你的大手笔吗 常会长 你要是急性子 我倒是可以理解 但是你存心找茬 可就要小心了 你一个小小的城主 耍什么威风 若不是朝廷 若今日不能给我等满意的答复 我保证 你山城 今后再无一个商人 今日拍卖的 是我山城出厂货物的独家代理权 今日拍卖的 是我山城出厂货物的独家代理权 此酒 只有我山城可酿 谁拍得代理权 那么我们山城 只会为他一家供货 各位 听懂了吗 此乃葡萄酒 赢得代理权之后 价格统一十贯钱一壶 售卖价格不得超过三十贯 敢问周城主 此酒产量如何呀 你要多少 我有多少 那太好了 我出一万两黄金 一万两黄金就想拿下 我出一万五千两 两万三千两黄金 两万三千两一次 两万三千两两次 两万三千两 五万两 真不可是天下第二商会啊 恭喜常会长 拿下葡萄酒的代理权呢 各位 承让承让啊 至于这五万两嘛 等我卖到了五万 再给你吧 至于这五万两嘛 等我卖到了五万 再给你吧 公子 长州商会 向来以黑心闻名 如果这样 我们一分钱都拿不到 常会长 你这是把我们山城拍卖会 当儿戏了吗 我来你山城 是给你面子 皇爷 我长州商会天下第二 若不按照我的规矩来 在座的各位 没有人敢买你的东西 这个老匹夫 敢赢我 天下第一商会 天兰商会到 什么 父亲 你是天兰商会会长 如此小不上为父吗 父亲 你要是早告诉我 我还要他们干什么 常会长 好大的规矩啊 常会长 好大的规矩啊 是不是不遵守 就不能拍了 什么风 把天兰会长给吹来了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吗 若是知道 这位是令公子 就算是给我十个胆子 我也不敢啊 从今天开始 任何人敢再跟 常州商会合作 我就让你们在 大秦商会界除名 我等立刻 常会商会 解除 这 会长 会长 都是我一时糊涂 还请会长 收回成命 小人以后 再也不敢了 今后小人 愿意会长 马首是瞻 想做我的狗 你还不配 来人 脱走 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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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以后再也不敢了 会长 会长 馨儿 来 我儿赵新 往后就是天兰商会 新任会长 我儿赵新 往后就是天兰商会 新任会长 恭喜 以后请多做关照 好了 你们都退下吧 我有事跟新儿说 父亲 您为何把天兰商会给我 这是为父送给新儿的礼物 怎么 不喜欢吗 我不想要天兰商会 父亲 您看看这个 父亲 真乃神物 本来我还在筹销路 现在拥有了父亲的天兰商会 简直如虎天意 本来我还在筹销路 现在拥有了父亲的天兰商会 简直如虎天意 好 我这就让天兰商会 向天下出售这些货物 如今 我们不会再缺乏资金 多少兵马都养得起 我们父子二人的造反大业 如今 万事俱备 只欠动风 可是 新儿啊 这山城虽然占据险地 又怎能 抵挡十万 甚至数十万大军呢 请父亲放心 现在就算是秦军的精锐部队 前来攻城 新儿 也定会让他们下雨而归 新儿如此有自信 新儿从来不会让父亲失望 到时候时机一到 父亲只要大齐一挥 其他的 交给新儿我就行了 到时候 一定会让父亲 成为比秦皇更伟大的皇帝 流芳百事 为父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禀告公子 常会长被赵新给抓了 什么 区区一个小小城主 敢抓第二商会会长 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陛下带着第一商会也去了山城 给那赵新撑腰 父皇也去了 是 看来 常会长不能留了 这些年来的说瓜敛财 基本都进了我的口袋 若是他将我供了出来 父皇定然会对我失望 派人去山城 杀了常会长 做得干净一点 是 没想到新儿能将紫城 修缮得如此坚固 此等厚度 想破都难呢 那是自然 而且 这只是城里 城外 更是有两倍有余 哦 难怪当初你如此笃定此城不破 灵儿 为父果然没有看错你 若只是防守 不主动出击 那咱们父子俩 还怎么统一天下 老爷 公子 不好了 常会长在地牢被暗杀 已经厌弃了 什么 谁这么大胆 安卫已经追查到暗杀之人 那人被捕后 服毒自尽了 嗯 看来常会长背后另有其人 锦儿 你得继续派人追查 混账 好一个天兰商会 混账 好一个天兰商会 总管 没成想 天兰商会的会长 乃是赵新的父亲啊 你确定 情报可有误 情报绝对准确 我的好陛下 我正愁没机会对你下手 没想到你就把机会给我送上门来 众伯 你着手让人把山城之外的路 都用水泥修上 沿路设置绍港 派人把守 盘问每一个进城人的来路去向 公子 您这么做 恐怕很多人不愿意配合 不配合就直接拿下 现在必须建立起山城的威严 是 城主 什么事 冰城主 城东外有一队人马遭袭 据我们的探子打探得知 郊内坐的人好像是秦皇 秦皇 他怎么会来我山城 秦皇啊秦皇 你要是被毒死也就算了 可若是在山城附近被杀 我山城可就成了众矢之地了呀 你现在可千万不能死啊 背马 调节先轻位 随我出城 是 怎么还不回来 也不知道陛下情况怎么样了 忠伯 陛下遇刺了 陛下微服私访到山城 没想到身份曝光 造贼人埋伏 陛下现下如何 公子得到消息 前去营救 但是到现在还没回来 我现在就去找公子 准备房间 回为父亲治疗 陛下 公子为何还不出来 不行 我得进去看看 公子为何还不出来 不行 我得进去看看 杨儿别生动 公子有令 任何人不能打扰他 公子 公子 陛下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父亲的外伤 已经处理好了 但他体内的剧毒 已攻入心脉 忠伯 我父亲是史皇帝一事 你为什么瞒我 公子恕罪 并非老奴有意隐瞒 而是陛下命令我等 绝不能暴露陛下的身份 卧槽 知道我爹这么牛呗 却没想到那么牛 早知道他是前史皇 我还辛辛苦苦造什么法 算了算了 我知道 你是有苦衷的 毕竟 皇命难为嘛 不过 我之前说要造反的事 我父亲 竟没想杀我 公子 不知者无罪 您乃陛下之子 陛下又怎么可能 舍得杀您呢 是啊 陛下还派我来贴身保护公子 如今 陛下有难 还请公子一定全力救治 看来我爹还是讲理的 好了 你们放心 他是我父亲 我定会救他 废物 如此良机 被你们浪费了 我要你们有何用 总管息怒 这都是因为那个赵新 本来嬴政已经必死了 没想到 他带大队人马赶到 他无意高强 我们都不是对手啊 你是怪我欠考虑了吗 属下不改 而且总管 我们的人都暴露了 我们 暴露就暴露吧 你去把嬴政 在山城遇刺的消息 透露给公子复苏 属下领命 嬴政 你这么器重赵新 我倒要看看 皇子相残 你又有何方法 嬴政 你这么器重赵新 我倒要看看 皇子相残 你又有何方法 报 陛下预刺 身中剧毒 危在旦夕 什么 陛下现在身在何处 陛下现在北边的山城之内 山城 据报 陛下此次微服出巡 并未带太多的护卫 所以才遭遇刺 微服出巡 所以何事 听说是为了 胆说无妨 为了去见 此生此 混账 胆敢污蔑陛下 小人不敢 小人不敢 父皇一直为了太子 现在又杀出个野主 不行 我得去看看 速速召集人马 禀法山城 父亲 你为何不早告诉我 您就是切花 自从心儿告诉朕 这贤旦又剧毒 为父就知道 我心儿不仅清醒了神志 还聪慧机敏 只不过我大帝 没有多少时间了 所以才想磨练你 心儿非同凡人 让他继承大动 必能完成我未完成的霸业 若您能提前告诉我 您就是秦皇 我肯定能救您 心儿不必自责 我早已照天下名医看过 朕已无药可救了 天下名医都救不了 不代表我也救不了 心儿有办法 父亲现在身体虚弱 若是强行去毒 恐怕您的身体承受不住 那该和解 我已经着手准备药材 只需一枚六味解毒完即可 不出三日 我便能炼制出来 到时 让父亲要道毒除 要道毒除 心儿果然是上天派来 救我大清江山的 老天带我不跑啊 城主 少岗传来消息 大皇子扶苏 带着大队人马 气势汹汹要进城 大队人马 他想成我受伤 造反不成 既然他进我山城 心儿我便代替父亲 将他拿下 复苏此番大局前来 应该是得知我在此地 要接我回朝 可是暂未公布你身份 你若将他拿下 那大臣们 会局兵攻打山城 既然如此 那父亲 您便继续装作昏迷卫星 到时候我同父亲 一起入朝 看看有多少乱臣贼子 到时 一举拿下 到时候我同父亲 一起入朝 看看有多少乱臣贼子 到时 一举拿下 心儿所言在里 城主大人 探子得报 皇子扶苏 如今已在山城门口 先让他等着 我马上过去 是 你们城主好大的胆子 还不出来拜见 快过去通报 不愿意倒 那就哪来得回哪去呗 你等下日竟敢如此对我说话 我家公子有令 未得传诏 不得入内 我大秦士兵已在城外 信不信我一声令下 不要你这山城灰灰烟灭 山城不是你想破就能破的 你可以试一试 是你下令款 还是我的剑款 你 是你下令款 还是我的剑款 你 是什么让扶苏公子这么大的火切 你这小小的城主 好大的架子 真等我大秦无人吗 大秦永世千千万 怎么会没人呢 陛下是不是在你这儿 伤势如何了 陛下外伤已无大碍 现在还昏迷未醒 什么 还昏迷未醒 嗯 我要见陛下 陛下需要敬仰 外人 还是暂且不要打扰为好 外人 我可是当朝皇子 你这刁民好大的担子 胆敢扣留当今皇帝 你就不怕被抄家灭族吗 陛下需要安心养伤 经不起打扰 我带来了楚地最为有名的神医 特意前来为父皇医治 让我过去见父皇 看来你是铁了心了 请吧 看来你是铁了心了 请吧 算你识相 父皇 神医 快看看我父皇如何了 老夫一定尽力而为 怎么样了 陛下已毒入心脉 说老夫无能为力 滚 父皇忠病不治 这可是大好机会 带我将他带回宫 去派人严加看守 让父皇见不到外人 到时候父皇一旦驾崩 这天下 就是我的了 承我命令 护送陛下回宫 可不能让你带走陛下 你给我滚开 可不能让你带走陛下 你给我滚开 你一个小小的城主 要是延误了医治陛下最好的时机 你有几个脑袋可以掉的 难道扶苏公子不知道 赵新也是陛下的子嗣吗 这天下谁人不知 我与胡亥才是父皇之子 忠伯你胆敢联合万人冒充 是何巨星 难人 给我拿下 我看你们谁敢动 赵姨 你身为陛下安慰统领 陛下遇刺之事 你护卫不当 理应难逃一死 陛下将我调到 赵新公子身边 天生保护 我是生是死 还轮不到你来做主 你说什么 陛下竟然把你安排在 这个废物身边保护他 废物骂谁呢 废物骂你 你还知道自己是废物啊 你 本公子不限于你争论 现在当务之急 是医治父皇 可是赵颖 你居然联合这个废物 来阻拦我 带父皇回宫 是何巨星 可是赵颖 你居然联合这个废物 来阻拦我 带父皇回宫 是何巨星 你带来的神医 也医不好陛下 现在非要带陛下回宫 你是何巨星 陛下回宫之后 有御医照料 留在你这小小山城 难不成要靠你们 来医治好陛下吗 我当然有把握治好陛下 笑话 我处地的神医 都对陛下的病情束手无策 就凭你 我相信公子 公子说能医好 就能医好 只要公子不发话 你们休想从我手里抢人 好 好 好 赵星赵颖 主仆勾结 玉途混淆皇家血脉 携天子令诸侯 其罪当主 来人 承我命令 攻城 捉拿逆子 承我命令 攻城 捉拿逆子 我本来还高看你一眼 没想到是我眼拙了 你什么意思 我可以让你接陛下回宫 但我也要一起进宫 陛下的安全 必须由我来负责 不行 陛下未醒之前 怎能由你来护送 你只不过是个 来路不明的杂种吧 杂种 你竟然敢打我 就凭你这句话 我杀了你都不过分 在山城 我始终始络 还不如将他带为宫里 到时候治他个 谋害先皇的罪名 也好名正言顺地 将他处死 好 就依你所言 公子 此次入朝肯定危险重重 让卑职陪您去吧 永远陪我即可 到时候你留守山城 把这里给我看好了 以防不测 卑职领命 公子 我马上调集千明先其位 暗中跟随保护公子安危 千明 跳进万民跟我走 你以为朝中奸臣 是吃素的 是属下考虑不周 我马上去办 公子 六位解毒安置好了 太好了 雪儿 你真是我的贤内住啊 周伯 我来吧 好 父皇 这就是我为您炼制的解毒碗 只是 他有些副作用 副作用是何一啊 复下之后 你会昏迷三日 之后 体内毒素 便会清除干净 三日 如今你与复苏 一同入宫 若昏睡三日 只怕你应付不来 父皇 这是小瞧我了 当初我可是要造反的 现在区区一个扶苏 我根本不放在眼里 好 欣儿有如此自信 为父就放心了 那朕就先睡上一觉 辛苦欣儿了 准备出发 总管 据探子得报 扶苏公子跟赵新 正往朝中赶去 秦皇呢 秦皇至今昏迷未醒 备车 去通知胡亥公子 一起拜见陛下 是 这可怎么办呀 扶苏公子 陛下现在怎么样了 父皇如今 陛下龙体欠安 都退下吧 免得吵了陛下的清静 是 我的遵命 这不是之前 父皇带去 与我打赌之人吗 一言喝退百官 扶苏都不敢说话 这权力 怕是仅次于父皇 宣大少太医 前来觐见 是 拜见赅总管 拜见扶苏公子 赅总管 你就是赵高 就是你安排小兰 在山层里迎外合 设服杀我 公子在说什么 老奴听不懂 你们两个 去看看陛下的伤势 遵命 赅总管别装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 我在父皇面前 说你心怀不轨 图谋江山 你就想杀我了是吧 公子说这些 可有证据 我就说小兰 怎么会在牢中 服毒自尽 常会长 怎么会被人暗杀 原来都是你搞的鬼啊 公子既然没有证据 就不要诬陷老奴 当下之急 是一致陛下 赅总管 扶苏公子 陛下 已中毒太深 恕微臣等 无能为力 无能为力 三公子可说 定能救醒父皇 难道你们敢欺军吗 绝无此事 微臣行医已多年 陛下中的毒已入骨 确实无药可救 三公子 可不要坑害我等 确实如此 望大公子明鉴 三天 只需三天 便能让父皇 安然醒来 好 我便给你三天 若三天之后 父皇没醒 我定让你 人头落地 若三天之后 父皇没醒 我定让你 人头落地 没用的东西 还不滚下去 是 无害公子到 首先 父皇途经你的山城 就遭人所害 定是你谋害父皇 来人 在 将其拖出去 斩了 是 当今世上 唯有我一人 能救父皇 而你不分青红皂白 就要杀我 简直昏庸 难怪被人利用 甘做傀儡 放肆 将这个逆贼 给我杀了 是 圣旨在此 谁敢逗我 朕 尽敢龙体 欠安 特命三子 照心待朕 李正 如朕亲临 二哥 你现在还敢杀我吗 若不是父皇 有仙剑之名 留下圣旨 我看你们 是要犯了天了 陛下遇死之后 一直昏迷不醒 怎么给你留的圣旨 这圣旨一定有假 来人 赵新假传圣旨 欺君往上 搜索给我拿下 是 谁敢妄动 陛下昏迷之前 吩咐过我 全力保护公子 若谁对公子不利 可先斩后奏 大胆赵新 串通安慰赵颖 蒙蔽陛下 意图谋反 直接拿下 虎服在此 号令三军 还不跪下 这 陛下的虎服 怎么会在你手里 陛下的虎服 怎么会在你手里 陛下早知道 尔等 棱子野心 所以早有防备 你等若再执迷不悟 我定让你人头落地 你可算来了 我差点就要交代在这儿了 叶儿没死之前 绝不会让公子受伤 还是我的影儿好 接下来 该来算算咱们之前的仗了 复苏 父皇昏迷 你知晓无人能救 却只想带走父皇 因父皇位立太子 秦律又奉行长者为先 你只想等父皇过世 然后顺理成章继承皇位 我说得对吧 而你身为二皇子 整天不学无术 不思进去 竟拜阉人赵高为师 对其唯命失从 犹如皇家颜面 贪图皇位 着实该杀 赵高 你恶狗当道 区区一个总管 却暗杀忠臣 操纵皇子 与谋我大前江山 身为燕人 你不好好做你的总管 有那么的野心做什么 难道当初没有燕哥干净吗 你 你们这些嘴脸 着实让我恶心 将二位皇子 带到寝宫 严加看管 至于赵高 带父皇醒来 由父皇亲自决断 周夕 你这么对我 我要你不能好死 走 公子 请吧 公子 赵高被人救走了 公子 赵高被人救走了 嗯 知道了 公子为何一点也不惊讶 若他连此等手段都没有 那我还真是高看他了 既然公子早知道赵高留有后手 为何不提前制止 我若是现在处死赵高 他的残倒余念很难清理 不如现在一网打起 公子果然神机妙算 嗯 另外 胡亥那边放松看管 赵高想救 就让他救去 嗯 公子小心 没事吧 这是卑职该做的 若公子受伤 卑职万死公子 让我看看 公子 这剑有毒 伤口无法黑 不是剧毒 公子 我好伤 公子 赵阳 赵阳 卑职 这他娘的香 不会是春药宝 cris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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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子为了救你 牺牲就牺牲吧 这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禀主子 胡亥公子已救出 现在已经送往李国 赵新呢 属下 属下办事不力 赵迎舍身 替赵新挡下了毒箭 咱家要你何用 一点小事都办不好 一点小事都办不好 赵新呢 赵新 你是咱家的客行不成 去通知兵二 必有机会 立马按照计划行事 是 忠宝 我父皇醒了吗 陛下现在还没有清醒的迹象 那去文武百官 还在大殿外候着吗 是 护福和安卫都在殿下的手中 他们想联合起来 治殿下的罪 这群老东西 赵高在朝的时候 屁都不敢放一个 现在竟来朝我施压 传令下去 统统赶走 省得我心烦 是 是 宣太子觐见 父皇醒了 秦儿 参见 参谢父皇 秦儿来了 父皇感觉身体如何 唯父现在身体好得很 没有什么不适 反而觉得年轻了很多 秦儿给唯父吃的 莫不是仙丹 哪有什么仙丹 只是父皇体内毒素排出之后 身体更加好了 太尉徐勇 丞相李斯求见 这两个老东西 消息倒是灵通 把他们赶走 别打扰父皇清修 算了 让他们进来吧 臣参见陛下 陛下安康 真是天有我大秦 何事啊 陛下 李国猖狂 赵高回到李国后 李国皇帝宣布自成一国 不再依附我秦国 还到处游说其他小国 归入李国 背叛我大秦 哼 好大的胆子 大秦已然一统 现在他跳出来自成一国 看来这赵高 早已是准备妥当 两位大人 还是先行退下吧 父皇大病出狱 需要静养 赵新停止 赵新在 如今朕身体不适 赵新可行太子之权 替朕行先斩之事 至于李国 由赵新全权处理 父皇 这 陛下不可 赵新才入秦国短短几日 怎可担当如此大任 丞相 你这是在质疑朕 为臣不敢 只是论功绩论人心 扶苏才应该是最佳人选啊 这个李斯也不是好鸟 我也得提防着点 把扶苏也放出来吧 让他与新儿 一同处理理国之事 把扶苏也放出来吧 让他与新儿 一同处理理国之事 赵新 遵旨 都退下吧 朕乏了 微臣告退 公子 如今赵新 已经可以行使太子之权 若李国之事 被赵新平息 公子以后 可能就再也无缘太子之位了 秦老师教我 论功绩论人心 他都比不上你 唯独一点 他远胜于你 哪一点 微臣请求公子 收了仁慈之心 帝君之位 需要无情无义 挡路 皆可杀 微臣请求公子 收了仁慈之心 帝君之位 需要无情无义 挡路 皆可杀 定不会让老师失望 中宝 李国那边 情况如何 太子殿下 李国周围的小城 都已经加入了李国 他们声称 联合起来 要反抗宝君的独裁 正好把这些墙头草 聚集起来 一起歼命 省得我多费力气 他们虽想 要是联合起来 恐怕很难对付呀 钟伯不必担心 稍微大脸的骂着而已 到时 我自有妙计 背马 回庄园 看看工匠们 准备得怎么样了 是 赵新要回庄园 千真万确 属下亲眼看着他们出发的 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狱无门 你自来头 立马通知冰儿 这次便要了他的命 猜猜 是谁回来了 公子 你终于回来了 冰儿还以为 公子都不要冰儿了呢 如此人间美人 怎会舍得不要呢 公子一路回来 定是周车劳顿 宾儿替公子放水末夜 宾儿 这段时间 想我了吧 公子不在的这段时间 宾儿是吃也吃不下 睡也睡不香的 下次公子再出圆门 可记得一定要带上宾儿 好 下次 一定带你 公子最好了 宾儿最爱公子了 既然你这么爱我 那你 为何背叛我 你干什么呀 宾儿 不知道 宾儿 你打算 隐瞒多久啊 公子 宾儿对公子一心一意 绝对没有做出任何对公子不利之事 你要是有反叛之心 现在 早就是个死人了 求公子开恩 公子 奴婢现在只想一心一意地服侍公子 绝无二心 是 初歌 之前确实差人给奴婢送了一颗毒胆 是 公子 奴婢从未想过毒害公子 若是公子不信 奴婢愿意以死 自证清白 还是本公子梅里大 当这么大个美人 对我死心塌地的 起来 现在 联系赵高 公子还是不信任奴婢 我怎么会不信任你的 本公子不如将计究竟 老师您听说了吗 赵星死了 消息属实吗 绝对属实 此消息是他的贴身侍女传出来的 假不了 如今陛下龙体前安不理国事 我看公子也是时候做出选择了 老师所言何意 现在其他小国已经往李国靠拢了 公子应该站出来另起妻子称王 到时才可与李国争锋啊 老师的意思是 让我谋反 万万不可 这可是杀头之罪啊 公子 您切不可负人之人 如今天此良机 正是公子踏上王位的第一步 更何况 他还是我父皇 此事 待得您踏平了其余各国 再将陛下接来颐养天年 也可尽孝啊 那便依老师所言 赵新啊赵新 你还是太嫩了 终是死在了咱家手里 我心头大唤一出 嬴政这个老不死的 已上不了仇了 兵主子 还有一事 扶苏举其造反 另立周国 如今正在收复周围小城 好 嬴政的气数已尽 派新石 前去周国 告诉他们 李国予与周国 结盟 共逃大秦 是 殿下 陛下传来消息 扶苏举其造反 建立了周国 还与李国结盟 李国现在正在起兵 前来攻打大秦 周国 自直奔山城而去 这是父皇传来的消息 看来 看来父皇 还是着急了 这李斯 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 传我命令 山城 固守即可 你现在这个时代的武力 想强攻山城 无异语 以卵击石 赵盈 调动安卫 化妆潜入李国 伺机行动 对你 回宫 给父皇 吃上一颗定心碗 父皇 儿臣已派人 潜入周国 到时候 定能帮父皇解忧 赵高李斯 狼子野心 暗中图谋已久 如今已成大患 仅凭几人 怕是远远不够 秦儿 可有其他两侧 他们哪算什么大患 父皇您看 秦儿已经想到了 解决之法 之前的天机弩 已然是宛若神器了 这又是什么 父皇 这是火炮 相比于天机弩 威力 可强伤万倍 万倍 那岂不是有 毁天灭地的力量 此物 杀伤性极大 前后若有机会 定会让父皇看看 好 传阵执意 马上把图纸 送往兵器阁 让他们彻夜研究 父皇 兵器阁是研究不出的 我已经准备好了 父皇 只需静待我的好消息 好 这下 何惧敌国 殿下 山城传来消息 周国强攻山城 却被殿下 事迹的火炮 杀得损失惨重 现在已经灰溜溜地 退回周国 殿下 我们要不要 乘胜追击 穷寇莫追 周国的军队 已经是强弩之末 密切关注其洞下 时机一到 定将其全剑 殿下 真是神机妙算 并总管 周国 九宫山城不下 反被山城 以机关杀的损失惨重 如今 已躲回周国 不应该呀 王李斯随秦王一扫六国 手下兵精将勇 一个小小的山城都拿不下 看来此城不简单呢 我得避其锋芒 趁虚而入 主子的意思是 咸阳虽势大 但比起此城 还是很容易打下的 去送十万两黄金给李斯 让他先去咸阳 是 我给他来个屈无吞狼 等其两败俱伤 我就得渔夫之力 殿下 细作传来消息 周国已经重整旗鼓 出兵咸阳 机会来了 传令下去 在向水峡谷胜服 殿下 那四面环山 确实很适合伏击 可是 行军怕是会走宽阔的草原啊 这你就不懂了 草原好走 但是相对于峡谷 它得多走一天的路程 而且他们现在 必须争分夺秒 除了峡谷 别无选择 咱们的主力都在山城 殿下打算安排多少人手 我这就去调集 五百足以 五百 这怎么可能 这你就不懂了 本殿下 自有绝招 殿下说的绝招 就是这黑土 这不是土 它叫火药 用硫磺 销石 木炭 按照比例 调配而成 欲火即燃 再装到桶中压石 浮以黄泥密封 用引线点燃 即可爆炸 爆炸 什么意思 就是 本殿下 给你演示一下 这东西 真这么厉害 那是当然 此物 因为霹雳蛋 到时候 我给你表演一个大轰炸 什么是大轰炸 说了你不懂 你苏云一千枚霹雳蛋 分发给埋伏的弟兄 记住 活捉扶苏 和李斯 是 殿下 向水峡谷一战 未伤一兵一卒 卓国大军大败而逃 我算是知道 何谓大轰炸了 太壮观了 好多敌军 都飞上天了 扶苏和李斯呢 扶苏和李斯已然被抓 现在应该也快到了 走 出去看看 怎么这副表情 难道 不认识我了 赵欣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死了 谁告诉你我死了 我不是好端端地站在你面前吗 我不是正好端端地站在你面前吗 我明白了 你做这些 就是为了逼我等出来造反吗 我逼你 若不是你 居心不轨 心怀叵测 你现在 还是大秦的丞相 也不至于沦落到 这般天地 陛下 去让臣死 臣不得不死 为何到死还要让老臣背上叛国的骂名呢 鬼叫什么 李斯 你身为异国丞相 手握大权 却暗藏祸心 父皇长持朝政 你等 自是龟缩起来 若是父皇有什么不测 你等 也是第一个出来造反之人 留你何用 打入大牢 带我解决完赵高 一并交由父皇处置 是 走 父皇 现在周国 已然溃败 扶苏和李斯 都在我手中 而今 只差赵高了 既然做得好 不费一兵一卒拿下周国 现在 只剩下李国了 传朕指议 朕 要御驾亲征 手刃赵高 父皇 您龙体出狱 不能太过劳累 儿臣 愿请兵出战 替父皇分忧 可惜了赵高 已逃回了李国 若要强攻 怕是伤亡惨重啊 请父皇放心 我已经派安卫 潜入李国大军之中 到时 里应外合 必定拿下李国 活捉逆贼赵高 好 封赵新 为大秦储君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典七大秦三君 踏平李国 儿臣 借旨 定 不负皇命 儿臣 借旨 定 不负皇命 怎么还不回来 这都已经三天了 是啊 殿下从未骗过我的 莫非 殿下遇到了什么意外 乌鸦嘴 我现在就去找殿下 殿下杀的李国 愧不成军 大获全胜 而且 生擒了赵高胡亥 那殿下现在何在 殿下 昨日便搬事回城 现在应该快到了 太好了 走 我们去见一下殿下 儿臣 参见父皇 兴儿 你回来了 祖战可有受伤 一群土鸡娃狗 怎能伤我 好 把那两个造反 你再给这压上来 拼以后发落 不好了陛下 扶苏公子和李斯 浮渡自尽了 扶苏公子和李斯 浮渡自尽了 父皇 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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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福苏 好生安葬 是 走 走 跪下 昔儿 这两个逆贼 该如何处置 父皇 胡亥乃是皇子 想必父皇 也会舍不得吧 只是他 死罪可灭 活罪难逃 不如 将他匾为庶人 发落到民间 让他自生自灭吧 父皇 您不能这么对我 父皇 不如将他 匾为庶人 发落到民间 让他自生自灭吧 好 就这么办 父皇 您不能这么对我 父皇 至于赵高 斩首示众 让世人知道 造反的下场即可 把他拉下去 斩 是 走 行儿啊 为父累了 以后朕的大秦江山 就交给你吧 父皇 我对这皇位没有兴趣 只想等 这江山统一 带这美人 四处游山玩水 你的二位哥哥 为了朕的这个皇位 强迫了脑袋 你为何 做皇帝 哪有自由自在的快活 这大秦的大好河山 我都没来得及好好逛过呢 父皇 如今设计已稳 您就安心当年的皇帝 若是大秦有用 殿下 你站住 你站住 殿下 站住 求殿下为宾儿做主啊 我定当回宫 为您排有解难 殿下 站住 站住 求殿下为宾儿做主啊 影儿 你这是做什么 他 他说我不来月室 是有了身孕 不能再服侍殿下左右 让我别再跟着殿下了 殿下 宾儿最近跟着太医学了把脉 这影儿分明就是有了身孕 宾儿这样 也是为了皇家子嗣着想啊 谁知道他这般蛮横无礼 你胡说 殿下身边危机四伏 我怎能不节省保护 你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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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小姑奶奶们 别吵了 别吵了 馨儿 那这么说 朕是要有嫡长孙了 陛下 殿下 这些是山城这几个月的收成 只可惜这山城 我是无法再替殿下掌管了 这是为何 因为我也有了身孕 赵溪 你说这事该怎么办 这江山不要 逼着我许当爹啊 看来以后 还得发明个蓝精灵 好解决百姓们的生育大击啊